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王岩 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将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来梳理一下近期的文化热点 国家电影局近日宣布 出台措施支持港澳电影业 在内地进一步发展 港澳人士参与内地电影制作 不做数量限制 对内地电影制作不做数量限制 在内地与港澳合拍片 在演员比例内地元素上不做限制 取消收取内地与港澳合拍片 立项申报费用 港澳电影和电影工作者 可报名参评华表奖 金桀百花奖等内地电影奖项 港澳企业在港澳台地区 和境外发行推广优秀国产影片 可申请奖励 有关措施将纳入内地与香港澳门 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框架下实施 全球首部一带一路电影 共同命运近日亮相 北京国际电影节 该片由来自中国 英国 美国等 多个国家资深电影创作者 共同打造 着重讲述了一带一路 如何改变了世界各地 普通人的生活 影片拍摄了中国 西班牙 智利 约旦 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等地 不同人物的不同故事 反映了不同族群 追求梦想与和谐的努力 一带一路将给世界 带来巨大的效益 我们的电影表达的正是这一内容 金上益捐赠作品展 近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展 展览展出了金上益创作于各个时期的油画素描作品87件 涵盖其艺术创作不同时期的语言风格 展现出金上益艺术创作生涯的卓著成就 观众可在展览中一读《塔吉克新娘》 鲁迅《瞿秋白》《晚年黄冰红》等经典作品的风采 金上益曾于2008年向中国美术馆捐赠39件代表新作品 他此次再度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35件精品立作 展览将持续至4月21号 80多年前 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瑞京出发 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 行径两万五千余里 补写了一群伟大的英雄史诗 今年一支近千人的影视剧设置团队 重新踏上了前辈的征程 一比一实景还原拍摄 再现了一系列长征中的重大历史转折点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电视剧 伟大的转折剧组母后 路途远和山南行 是记者抵达剧组前的最初感受 离开遵义近两个小时的车程 再走过十多公里蜿蜒曲折的山路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又爬过了剧组刚刚铺设的 近两公里长布满碎石子的山间小道 记者终于走进了这个当地人 叫朵朵石的小山顶上 电视剧伟大的转折 其中一个设置组正在这里 进行紧张的拍摄 现场正在拍摄的是青钢坡战役中 中国公盟红军与敌人激烈交锋的战斗场景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被迫实施战略转移 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这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部队 进行了380余次战斗 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 经过14个省 翻越18座大山 跨过24条大河 走过荒草地 翻过白雪山 形成25000里 成就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电视剧伟大的转折 讲述的就是中央红军 在贵州一百余天历经磨难 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传奇故事 和英雄史诗 为了呈现真实的史诗 表现伟大的精神 实地实拍是伟大的转折剧组 拍摄150多天来的艺术遵循 冷和呛 是记者进入剧组后 最直观的感受 贵州人常说的天无三日情 讲的就是当地春冬交替的世界 拍摄地位于地势较高的山顶上 四周毫无遮挡 潮湿的空气被不断袭来的寒风 吹进了人们的骨子里 演员们都裹紧了身上 单薄的红军军装 在拍摄的间隙 围在火堆前取暖 由于山高路远 燃烧物都是就地取材的道具边角料 似笔的浓烟围绕在整个的拍摄现场 几乎没有一天不下泥 地上非常泥 没有泥的地方就全是石头 它这儿的灌木又很密集 拍摄环境呢 你在贵州想找一块平地 非常困难 山域都很陡坡都很大 所有的器材搬运 车根本到不了 全靠人 扛 背 抱 就这样一点一点往里挪 而且我们在炸点中 你不能炸石头 你要炸土 土呢 当地没有 就要从外面去挖去运 你车好不容易运进来了 空车根本回不去上不去破 一道一道地破 全靠人把车再重新推回去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 踏实严谨的创作态度 贯穿在整个创作团队 记者在剧组的一周时间里 包奖感几乎是被所有工作人员们 画在嘴边的一个词 这个包奖感实际上是古玩界的一个说法 这个东西有没有包奖感值的 就是它有没有历史感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历史感正确地传递给观众 我们要做历史证据 就是留下历史正确的读解 那你就必须要包奖感 必须要真实 为了达到主创团队们要求的包奖感和真实感 剧组抛弃了配套设施完善的影视基地 在贵州都云 遵义等多地实景拍摄 逢山开路 逢水架桥 甚至就连拍摄的季节 时间 都要求与历史保持真实一致 真实事件就是一月份开始的 恰恰我们开机就是十二月底 十二月底那个时候尊业的气候是 已经最冷的时候达到零下八度 那么这三百名战士 光着脚穿着草鞋 抹上泥浆 那时候又尊业天天下毛泼细雨 泥泞着道路上 他们的鞋全部都是湿的 为了最大极限地接近真实的历史 扮演红军战士的演员们 穿着单薄的军装 视角穿着既不保暖也无防护的草鞋 一直坚持运动拍摄 尽管剧组已经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 但不少演员还是受了伤 长征是一场运动战 红军在贵州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 经历了一百多场大大小小的战斗 红军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贵州 因为长征这个难拍的人们 他每一场战斗 每一个运动 他都得换场景 他不像其他片子 我就在那里打 我组战场 我得打 我永远在那里打 我不换地方 我们每拍一个戏就得换地方 因为你长征在走不同的地段 不同的地段就有不同的地貌 随便找一个水沟 找一个鱼塘 我们就过呗 那南部一折 我们做点特效呗 那必然和实拍 那完全的那种 视角重力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实拍 还原历史那种艰苦卓绝 不仅在大环境上 尽量与历史保持一致 在小细节上 主创人员们也是精益求精 以纪录片的要求 来拍摄长征故事 就连拍摄中所使用的 一张张地图 其中都大有学问 地图 这是我们拍战争戏当中 最常见的一个避不开的问题 长征当哪有地图啊 都手绘的地图 手绘地图都是那个 那个毛边纸啊 那种很差的纸 在上面拿铅笔 拿毛笔绘 绘了以后 折叠久了就要烂 怎么办 在一个博物馆 很小的博物馆看到 找到真实的红军地图 是一张草纸 就是当时的 叫毛边纸啊 就类似像宣纸一样的东西 表在一张被单上 这样的话就便于携带 又不容易坏 就是我们跟很多历史题材 不大同的地方 就是在这些细节当中 所谓的包奸杆 你到细节 做到你这个细节 经得住考 经得住考证 总制片人欧阳前森说 站在今天的历史节点上 文艺工作者不仅要 用心 用情 用功 讲好长征故事 用精品奉献人民 还要真正把 革命老区人民群众的福祉 放在心上 身体力行地 参与到文化振兴 乡村发展的行动中来 为老区扶贫工作 出一份力 好了 今天的节目 就是这样了 获取更多的文化资讯 您可以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文化十分公众号 参与互动 不仅有机会 赢取演出门票或文创产品 还能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机会与您喜爱的艺术家 面对面